女子为十五块霸王餐 把头发放碗里 违法吗 这也太离谱了 就这两天 河南南阳一个女的 在一家店里吃饭 结果吃了一半 突然把自己的头发抛下来 放进去 就和店家说 你这也太不卫生了 你应该都是头发 别踩一个地方 我没错 然后又吃了 后面是我家的 这女的祖后呢 这商家就大半 我们这店里的服务员 都是男的呀 为啥在饭里吃了长头发呢 对查清楚 啊 这是那女的自己耗的呀 十五块钱就这样 多了我真的不敢想 那问题来了 这女的没法 确实啊 这个金额很少 很难够成诈骗罪 甚至治安管理处罚都够不上 顶多会被警察批评教育 但看他这种 星云流水般的 耗头发的操作 就很像老手啊 如果多次这样 那就可能会被 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四十九条 诈骗公司财务的 五到十日 就有五百以下的罚款 那商家 碰到这种吃霸王餐的 该咋办呢 吃完就走了 找都找不着 诶 依据名号点第1177条 如果情况紧急 这家伙想跑 报警又来不及 你可以在必要范围内 采取扣押侵权的财务等合理措施 比如包包啊 交通工具啊等等 但是 你当立即报警 对于这姑娘的行为 你们怎么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